老忠臣阁老王熙,听赵满龙跟黄三泰把事情说清楚了,王熙低头一看,赵永慧将军背屈含冤,被监官害死,到现在给孩子都这么大了。 皇上收他为义子肛儿,要替他报仇雪恨,我是大清朝的忠臣,忠于康熙皇帝,难道说我这么大岁数了,还不敢带着这孩子去闯五朝门吗? 就是将来皇上知道也不会怪罪于我,我这么大岁数了,我什么喝不出去,好好好,来来来,小千岁,老臣带你去闯五朝门,八宝金殿。 黄三泰放心了,这时候康仲贤,汉光郭秀也过来了,把事情听明白了,王阁老,咱们一块儿带小千岁入五朝面见皇后。 话好说,那五朝门可不是随便能进他。 哥老王西康仲贤,汉光郭秀,带着赵满龙要进皇宫了,皇门关在这儿一拦,认识。 而且娘里有旨,召见汉光郭秀,让王阁老跟康仲贤两个人陪着。 这儿一孩子,就刚才那黑的个儿给背着的,要进去,我没让进去。 王阁老,这孩子五指不能上殿呢,哎,阁老王西一甩银燃。 老伴儿,无论如何,你也得让我带他面见皇娘,这是皇省书的义子肝儿。 老哥老,无凭无据,我不敢让您进去,您知道,要把您放进去,带着这孩子,我得担罪。 王阁老一想,没办法,拉着孩子,撑撑撑撑往里就走。 砍头之罪,有我往西盯着,这皇门关想拦也拦不住了。 几个人拉着孩子往里走,对面看见宙士臣梁九公,王夕赶紧上天十里。 老板板,请您面见郑公国母,就说阁老王夕,康仲贤,梁广总督郭秀,带着赵满龙求见国母。 梁九公听明白怎么回事了,好,您候着,这才到八宝金殿,启奏正宫国母。 皇后一听,皇后马上传旨招见,阁老王夕,汉官郭秀,康仲贤,领着赵满龙上殿了。 跪到十里,咱们叔不说废话,皇后一摆手,几个人免得平身,赵满龙在这跪着呢。 小孩赵满龙,明白了,既然我干爹是皇上,这是皇上的媳妇,正宫国母,那就是我皇娘了。 归弟磕头,嗯,不孝之子赵满龙,叩见皇娘。 你也是赵满龙,抬起头来。 谢皇娘,赵满龙一抬头,皇后一看, 这皇上说的干儿子长得可真好啊,小孩又白净又好看。 赵满龙,你在什么地方遇见的皇上,皇上怎么说的你为义子,你从实讲来。 赵满龙就把实话学说了一遍,这回皇后全听明白了。 索三不干了,索三流着眼泪,哎呀,娘娘啊,这个余德水他找这么一孩子,冒充赵满龙,娘娘,那个余德水他烧了皇王圣旨,抄嫁之罪啊。 这下皇后又没办法了,余德水说索三吞吃圣旨,那么索三呢,说余德水火烧圣旨,圣旨哪儿去的也没了,皇后没办法,只好看了一眼余德水,心说余爱卿,你受点委屈吧。 来呀,把索太师和余德水,全都在宫中看起来,暂时扣押,等皇上回来,再做出礼。 皇后一传旨,余德水跟索三就被押在宫中了,虽然没有三大件吧,反而暂时不能出去了。 这么着皇后又传下旨意,召见沈丽王阿尔素。 时间不大太监,到沈丽王府传旨,沈丽王阿尔素来到金殿念见皇嫂。 皇后就把事情跟沈丽王说了,然后传下口旨,把赵满龙留在宫中,命沈丽王阿尔素带着兵将到通州接驾。 沈丽王阿尔素,沈丽王阿尔素,沈丽王阿尔素带着兵将到达宫中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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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宫中。 沈丽王阿尔素带着兵将到达宫中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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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宫中 去探一探丁宏呢, 我还是先回去看索三怎么对待赵满龙呢, 皇上他就没想到索三这么大的胆子, 反正有我的圣旨, 索三不敢不迎接我的干儿子赵满龙, 我呀还得上马灵狱看一探丁宏, 丁家父子有没有不臣之志, 这么着呢,皇上没往北京走, 他还往前走, 往前走溜着溜着没几步, 过了万寿宫了, 皇上往这一站,往思外看看景致, 看看过往行人, 这时候过了俩人, 给皇上请了一安, 咋爷子,您在这儿溜弯呢? 皇上一看这俩人的模样, 哼,皇上心说不是好人, 啊,有事儿吗? 老爷子, 看您好像不是当地人, 您从哪来呀? 老爷子, 我从北京来, 您刚到通州, 啊,刚到, 您四外瞧瞧, 四外看看逛拱青, 哦, 这俩人一个叫蟑螂, 一个叫李犬, 叫白了, 蟑螂李犬, 俩人眼睛里不揉沙子, 一看皇上这模样, 就知道皇上是个阔老爷子, 老爷子, 您在大街这儿站着, 看看亲人有什么意思, 这么大岁数了, 给您找个好玩的地方, 您玩玩, 皇上心说我这么大岁数, 给我带哪儿去? 啊, 上哪儿玩啊? 老爷子, 您瞧, 往前走西大街, 南巷口有个宝局, 您上那压两宝, 痛快痛快, 宝局? 怎么还敢明目张胆, 开宝局吗? 开宝局可犯法呀, 哎哟, 刚让李全把他一撇, 说老爷子, 你也不是我们通州霸子人, 老爷子, 在我们通州霸子一亩三村地儿, 说这话的可没有啊, 明目张胆开宝局, 您知道宝局谁开的吗? 冲我们东家, 谁敢抄啊? 哦, 你们东家是谁呀? 城外叫乔家团, 黄梁二庄头, 大爷乔黑龙, 二爷乔黑虎, 那是索太师俩亲外上, 谁敢抄? 谁敢抄乔家团乔梁二庄头的宝局? 嘿嘿, 再跟您说, 通州霸的地方官, 这州官, 杜文龙, 那跟我们乔家团乔梁二庄头, 是磕头的把兄弟, 这宝局还有他的股份, 没人敢抄, 老爷子, 您跟我们走, 上面压两宝去, 皇上倒吸了一口凉气, 那么, 索三, 有股份没有啊, 哎哟老爷子, 您怎么管索太师叫索三呢, 您怎么这么大胆子, 我跟您说, 那索太师甭说有股份, 索太师给他们撑着腰, 他们什么时候不得孝敬孝敬老爷子呀, 您放心, 根本压两宝去, 没人敢抄这宝局, 皇上一听, 皇上心说索三索三, 你是什么坏事都干的, 皇上想起来, 刚才坐车, 坐的是大哥的胡俊忠那小嘴的车, 听胡俊忠说了, 索三的两个外甥, 瞧瞧团, 黄梁二庄头, 思路造前, 地窖里养兵, 要叛反国家, 你要不说这宝局, 是瞧黑龙, 瞧黑虎开的, 要不说, 他们俩是索三的外甥, 这宝局老爷子兴许不去, 既然这样, 我还是非去看分不可, 我看看这宝局里都干什么, 好吧, 二位投钱带路, 老爷子, 您怎么来, 蟑螂里全投钱带路, 皇上在后边走, 一拐弯进了胡同口, 露北了, 有座大门楼, 刚走到门口可就听见了, 里边压宝的声音特别大, 老爷子, 您请, 蟑螂里全干嘛的, 管旺里带人的, 带着一位来, 帐篷里领两吊钱那赏钱, 等旺里一走, 里边还有人接着, 哎, 来啊老爷子, 照顾点儿, 老爷子压两宝, 蟑螂里全一嚷, 里边的伙计迎出来, 这哥俩出来到账团领钱, 没他们哥俩的事儿了, 皇上老爷子望里走, 一看, 里头一大天棚, 哼, 压宝的人, 耍钱的人还真多, 皇上生气了, 这么大一宝局, 明的开宝局, 多大胆子, 这里边还有周冠的股份, 好, 皇上前记住了, 皇上在这站着, 过来火去了, 老爷子, 您压两宝, 哦, 压两宝, 呃, 这么个压法啊, 哼, 老爷子, 您打老瓷, 有人跟您打, 推牌球有人压, 压牌球有人推, 开宝有人压, 压宝有人推, 您怎么玩都行, 您爱玩什么玩什么, 皇上不知道, 这地方有个名字叫包皮厅, 包肥羊啊, 反正你进这门, 你就得让他们吃, 你就把钱得撂到这儿, 皇上点了点头, 哦, 什么耍大呀, 哎, 老爷子, 压两个老钱, 一个老钱, 这叫压大宝, 小排酒, 两扇排酒, 一翻两瞪眼, 压上十两银子, 二十两银子, 三十两银子, 是小排酒, 压大宝, 哦, 好啊, 皇上一边问着, 一边往里走, 伙计陪着往里走, 给大房底下, 这叫热的, 宝贵喊, 一百呀, 单穿着, 还有谁压呀, 还有谁说呀, 压着说着, 皇上一看, 这围着不少人, 穿着打扮不一样, 干什么的全有, 伙计, 奔着宝二来了, 哎, 诶, 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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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, 老爷子初次来, 在这儿压两宝, 这伙计一嚷呢, 压宝的这些人, 都抬头看, 也搭着皇上的气魄, 跟别人不一样,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, 自动的就把正座闪开了, 皇上不客气, 皇上望着一坐, 怎么玩啊, 对面的宝官, 有名的左胳膊里斯, 他这右胳膊呀, 跟马颈杆这么细, 老在这搭了着, 左胳膊挺粗, 个儿挺高, 清兮兮胡子茬, 长得阴鼻子耀眼, 这左胳膊里斯, 今年三十多了, 纯粹是个青皮, 哎呀, 那鸭梁宝, 哦, 怎么玩啊, 老爷子, 您没玩过, 鸭过, 忘了, 旁边的人一听, 这鸭宝还能忘了吗, 李斯一乐, 老爷子, 鸭宝能忘了, 啊, 忘了, 该怎么玩啊, 左胳膊里斯, 站起来了, 中尉, 咱们打的马子也不多, 这宝还没开呢, 老爷子初次来, 陪老爷子先压一宝, 让老爷子玩玩, 让老爷子试试, 咱们先把马子撤下去, 行不行啊, 大家好一看行啊, 把马子撤了, 左胳膊里斯用手一指, 老爷子, 您看, 他指的是什么, 在这宝二当中这儿, 有一个风魔铜的宝盒, 左胳膊里斯, 把这宝盒盖打开了, 您瞧见没有, 这里边呢, 是个宝籽, 宝籽三面黑, 一面红, 您再往里头看, 一二三四, 这都刻着字, 这宝嘴呢, 要打开之后, 红宝嘴冲得挤, 您要压挤, 您就赢了, 如果您说的是挤, 不是宝嘴冲的, 那么您就输了, 老爷子, 您明白了吗, 你压多少钱都行, 哦, 我明白了, 那么怎么个输, 怎么个赢呢, 老爷子, 这怎么输怎么赢, 是这么说, 压顾顶一个陪仨, 马领银俩, 杠子各顶各, 您是压单啊, 压串啊, 压拐随您便, 嗯, 皇上非常聪明, 那么说皇上不会压宝, 您瞧, 皇上会下棋, 皇上不会压宝, 哪个大臣平常没事, 有时候跟皇上有时候跟皇上说, 万岁, 陈陪您捉一盘旗, 这是常有的事, 从来没有一位大臣抱着一宝盒, 风薄铜的, 上八宝金店, 万岁, 您闲着没事, 陈, 我陪您压一宝, 没有这个, 所以皇上不懂得压宝, 嗯, 皇上一听, 听明白了, 压固定一个陪仨, 我搁一百两, 我要压固定, 我要赢了, 你给我三百两, 嗯, 好, 我问你, 我这是几, 您瞧, 我跟您做对脸, 我跟前是一, 您跟前是三, 好吧, 那么我就压三吧, 省得废事, 我跟前是三, 我就压三, 旁边人一听, 这老爷子进门闯三, 这老爷子是干什么的, 大家伙看着都心情, 老爷子, 那您明白了, 您就压一宝, 嗯, 压什么呀, 哎哟, 左哥们里是一个老爷子压钱呢, 那么老爷子, 我没带钱怎么办呢, 没带钱, 老爷子, 您有东西也行啊, 好吧, 那么我就压东西, 皇上一伸手把小包包打开了, 油打里边拿出一个炸海的金蝉, 旁边人一看, 哎哟, 炸海金蝉, 战轻碧绿, 一小绿蛤蟆张着嘴, 嘴里叼一颗珠子, 这颗珠子可是宝贝, 霞光闪闪, 锐彩千条, 夺人二目, 这是皇上的国宝啊, 皇上把炸海金蝉望着一搁, 这个能压吗, 哎呀能压能压, 我跟您说, 我们这儿有小压当铺, 什么叫小压当铺呢, 小压当铺呢, 哎呀就日子短, 男人拿钱才能赎, 这个压得多, 让小压当铺给您瞧瞧, 能当多钱, 您爱压几压几, 好吧, 那么就让小压当铺看看, 我这值多钱, 左胳膊里思议点手, 小压当铺过来了, 一看这炸海金蝉, 这可真是宝贝, 那小压当铺的人眼睛里不留沙子呀, 老爷子, 您当多少钱, 皇上信说, 我这是无价之宝啊, 嗯, 那就当一万吧, 哎呀老爷子当一万, 这一万太多点吧, 这么着, 反正你也是压宝, 你有钱呢, 您还能赎, 那么我要赢啊, 你也拿不走啊, 旁边一看这老爷子挺横, 压宝准能赢, 老爷子, 这么着, 我给您做五百的价, 您看怎么样, 皇上信说反正是压宝, 好吧, 五百就五百, 这么着, 把这乍汉金蝉搁这儿了, 老爷子, 您压几, 我跟你说了, 何必舍尽求远, 我就压三, 好吧, 左胳膊里斯, 让伙计把这宝盒拿走了, 这宝冠在哪儿啊, 宝冠不在这儿待着, 后边小黑屋, 几个宝案子, 这宝子全都交给这宝冠, 宝冠做几就是几, 前边不能知道后头, 后头不能知道前头, 不过一般, 进门闯三是赢不了, 宝盒拿走了, 时间不大, 拿回来往当中那儿一搁, 老爷子, 您就压三了, 哎, 我就压三, 三姑的, 旁边有长鸭宝的, 心说固定酒不长酒, 进门闯三, 咱们瞧老爷子, 赢是出, 恐怕赢不了, 还有谁压呀, 还有谁说呀, 说那样的, 大家伙心说瞧着吧, 这老爷子进门闯三, 谁都不压, 不压, 我可就开宝了, 左胳膊里斯, 一伸手, 大爷子, 我可开了, 哎, 免二七三, 不要是叫腰来, 腰来别吃腰上的钱, 腰上有个腰固定, 一千口干, 大爷子, 您输了, 皇上一看我这么就输了, 对了, 您拿来吧, 一伸手, 把这炸海金铲拿过来, 小鸭当铺, 开好了当票, 五百两, 给皇上一张当票, 皇上心说就这么着, 我这炸海金铲, 五百两银子没了, 还能压不能压了, 哎呦老爷子陪您玩, 您压着今天晚上压的面脏起来, 我都陪着您压, 好, 那么我没钱, 还压什么, 您爱压什么压什么, 好吧, 皇上一想, 我这小包袱里值钱的东西挺多, 我呀, 也不拿了, 一伸手, 有点自己大纸上摘下一只斑鸟, 有人都保卫了, 一看这斑鸟, 在抬头看这老爷子, 这老爷子盖什么这么称钱的, 这一般的斑鸟, 边一扇变两扇就成了, 老爷子这斑鸟变十二个扇, 嗯, 皇上把这斑鸟摘下来望着一放, 这一挡多少钱, 李四一点手, 小鸭档鸟又过来了, 一喝, 十二婶的便婶斑鸟, 这老爷子称称的, 老爷子, 您这斑鸟当多数, 这斑鸟可不能少了, 最少也得给我当一万银子, 好, 一万就一万, 小鸭当初心说一万两万三万五万, 你全都得搁在这儿, 你拿不了走, 好吧, 哎呀, 我给您当一万银子, 皇上把半只半只一割, 看了一眼宝官, 我问你, 你姓什么叫什么呀, 还咋言呢, 都压一包了, 赢了您了, 告诉您, 我姓李, 叫李四, 人称左哥位李四, 哦, 李四啊, 我一人鸭, 你老赢我, 没关系, 哎, 各位, 既在江边站就要望海新, 啊, 陪着老爷子鸭一包, 要是老我们爷俩玩, 老赢老爷子不太合适, 啊, 你们哪位陪着鸭一包啊, 旁边看热闹的人可是越聚越多呀, 推拍久了, 全过来了, 听着热闹, 这老爷子这么趁钱, 炸海金蝉五百两, 搬着一万两, 谁不过来看热闹, 挤得里三层外三层, 皇上往四外看了看, 谁陪着老爷子我押呀, 皇上心说谁陪着我押谁有造化呀, 我是皇上, 这些人哪知道哦, 这老爷子进门抢三, 这要输了, 我们可不跟着陪着输啊, 一万银子, 老爷子, 我们先瞧瞧, 那个脸看看, 带我来说, 谁也不敢押, 老爷子, 您押几, 跟你说了, 老爷子我跟前是三, 我就还押三, 还押三, 押过点, 对, 老爷子我还押三, 这左胳膊李四让人把宝盒拿走, 时间不大, 宝盒拿回来了, 李四心说, 看起来这老爷子今天是闹事来的,